大家好,我是Catherine 今天我将会分享我的一位客户 她的女儿八岁,发烧全身无力 用了H-O的氢氧气疗和喝H-O的水 帮她的身体减发烟,减下自由基,然后她的烧也 我的这位客户,她的女儿发烧全身无力 她的女儿已经发烧了两天 第一天,她的体温是37.5 发烧的第二天,她的体温是38.5 吃了退烧药,其实都没有退烧 导致她全身无力,加上没有胃口 就一直在睡觉 了解原因后,才知道 两天前,她的女儿因为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在很暴晒,就是很炎热的天气下,晒了三个小时 所以呢,就是导致她的身体发烟和发烧 那我给她,就是这位客户的女儿的解决方法 就是,建议她用H-O5个小时 然后呢,加上打H-O水来喝 然后呢,也用Cambridge来补充营养 喝一包的Retime,给她快速的降发烟 然后呢,也吃了两包的Record 给她解读,排读了过后呢 然后再加呢,就是两包的iFood了 在第一天呢,就是客户的女儿呢 用了五个小时H-O过后呢 她的烧呢,就是从原本的38.5 已经退到了37.5 人呢,比较有精神加上有精力 然后开始呢,就是有食欲了 呃,就开始说,哎,妈咪,我肚子饿了 我想吃东西 那呢,持续呢,第二天呢 再用H-O3个小时过后呢 顾客的女儿呢,的体温呢 已经降到了36.6了 就是保持了正常的体温 那呢,她的妈咪就很高兴咯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哦 她只是用了H-O 就是第一天加第二天 就是一共8个小时的H-O 然后呢,就是吃我们的Retime Record iFood 加上Cambridge 补充营养 然后呢,再加上喝H-O水来排毒 整个过程中 就是用8个小时的H-O清氧气疗 解决了她的发烧的问题 就是退烧了 那,总结来说 客户呢,就是给了一个feedback 就说她很高兴呢 她的女儿呢,在发烧了两天呢 吃了药也不退烧 但是呢,用了H-O清氧气疗过后呢 第一次的5个小时呢 她已经可以看到她的烧呢 从38.5退到了37.5 然后呢,在持续用3个小时 就是一共用了8个小时的H-O过后呢 她的那个女儿呢 的烧呢,完全退了 然后呢,人也比较有胃口 更有精神了 然后她就觉得,诶? H-O真的很好咧 她可以快速的很明显的 就是解决小孩发烧啊 就是解除自由基啊 她觉得,呃,拥有一家H-O呢 其实是非常值得的 从,从以上的例子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H-O呢,是可以去除坏的活性氧 达到硝烟 那么同时帮助我们退烧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效果咯 所以当我们C-H-O的时候 发烧C-H-O的时候呢 H-O里面的氢呢 能够帮助我们消除掉所有的 有害的活性氧 保留有益的活性氧 所以她只选择有害的活性氧 进球掉 所以这样呢,我们就可以快速退烧 达到制疫的效果 因为H-O本身呢,这个H-O基呢 是用纯水啊,来制造氢跟氧 变成氢 然后吸到我们身体里面呢 跟这个自由基结合之后呢 它就变成水排出体外 就将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素呢 排出体外 变成尿啊,变成汗啊 排出体外 所以它完全没有副作用的 所以这样呢,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看到 一到三个小时内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退烧效果 是非常非常神速的 我可以看到吗 我们上哪个小时内 不错